狄鹰独自美国被捕 台湾节目早预言 十年前命令师铁口长大来讨债靖成真 台湾演艺圈拿解大狄鹰的儿子 在美国免输的孙安佐 日前公开向朋友表示5月1日不要来学校 扬言要在当天发起恐怖攻击 谋划着扫射校园 让同学听完后吓傻 直接向学校举报 警方获报后也直接将他逮捕到案 并在他的住家中起出多个军事物品 现场被形容有如军火库一般 让台湾民众相当震惊 不过有网友齐李十年多前 狄鹰带着儿子上命令节目 当时的算命师早有预言 据苹果日报报道 孙安佐被逮捕后 直接否认自己要进行恐怖攻击 并表示这一切只是和朋友间的玩笑话 然而警方却在搜查他的房间时 发现多个军事用品 还有相当罕见的脚手装置 认为他口中所说的计划并不是随便开玩笑 认为有必要请专业医师评估精神状况 目前狄鹰伏击已经请律师处理 让他用10万美金交保 消息传出后 为台湾点一圈投下震撼弹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一个孩子会想做出恐怖攻击 不过却有网友翻出十多年前 狄鹰带着孩子赏皇家亲主持的开运鉴定团 当时节目上的命令师紫薇老师 从子女工观察亲子关系 当时就讲明 代沟严重 亲子一吵架 子女工有这几个星 都表示孩子的个性比较强 不过更准的还是后面的解析 让狄鹰听了脸色都沉下去 当时紫薇老师直接讲明 子女天生就是讨债鬼 主观太强 做任何事都是先枕后奏 三不五时出事情 让狄鹰听了脸色非常沉重 不过老师最后补充所谓的讨债 是指很会花钱 这才让狄鹰松一口气 直呼 这个没有关系了 反正我也喜欢让他当讨债鬼 只要跟我很亲就好了 没想到竟然一语成衬 当时孙安佐和狄鹰在节目上一搭一唱 只要狄鹰说爱儿子 他就会立刻回应爱妈妈 如果说喜欢儿子 对方也会立刻说 喜欢妈妈 看得出来感情非常好 然而扬言恐攻事件爆发后 大家在看画面却认为 他太宠爱孩子 抨击根本不会教育孩子 虽然强势没有不好 但是太把儿子当宝 难怪发生这种事情 事实上 毕竟针对此事受访时 也表示钱的问题比较大 认为狄鹰给孩子太多钱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并表示如果没钱都抢着去曼当劳打工 根本没时间开这种玩笑 片段出来后 网友纷纷讨论 好扯啊 算命师果然很准 十年前老师就警告了 狄鹰就是太子父 所以不听 虽然老公花心很值得同情 可是不会教小孩 是自找的 不过也有网友谎家 其实算命师说的是 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事情 也不能说这样 就是预言了 影片来源 东三综合台 对于紫薇老师说 孩子太后墙难以管教 被说神预言 大家怎么看呢 大家怎么看呢